大家好,我是學長 大家好,我是敷咖啡小宇 那我們今天來到敷咖啡呢 就是要請小宇給我們示範 他名正江湖的冰水手沖 冰水手沖,他很害羞 就是從我們這兩年前喝過第一次嗎? 兩年前差不多 學長大概兩年前第一次喝到小宇哥冰水手沖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一點點震驚 覺得說,這樣搭配組能夠沖出這麼厲害的手沖 這兩年我相信大家也都耳聞已久 那今天會有小宇哥來為大家詳細的示範 冰水手沖的研磨度、沖煮法、溫度等等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這個夏天試試看小宇哥的冰水手沖 如果你沖得不好,就來敷咖啡找他喝喝看就知道了 OK,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當初會選擇就是開始用冰水手沖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用一個在物理學上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邏輯 就是我們其實是利用咖啡粉可以被萃取的部分 我們用了溶解的方式以後 再用擴散的方式讓他交換到我們想要喝的咖啡液上面 所以我就嘗試性的用了熱水去做悶蒸 然後再用冰水把我們所悶蒸溶解出來的物質 用冰水交換出來 結果沒想到就達到一個我們其實覺得還蠻不錯的一個口感跟風味 然後至於它的風味會比較偏向就是香氣的保留會比較完整 原因是因為溫度的較低的關係 會導致它的香味的揮發會比較沒有那麼多 反而會留更多的香氣在裡面 我今天要示範的話是 原則上是用20克淺焙的豆子 然後這一支是ISOBR的迷你彈機 那我們做的是淺焙的焙度 那基本上磨豆機的磨度啊 我是使用我們店裡面的磨豆機 就是MACONI的VTA 在3左右 它大概是在我們市面上用到的磨豆機的 小富士或小碑碼的2或1.5 之所以要磨到那麼細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用冰水 它基本上的萃取率會比較低 所以它必須用比較高的濃度來克服 所以我們會磨比較細的粉 然後第一段的部分就很簡單 就是煮開了100度的熱滾水 那原則上這個是100度的滾水 原則上就是大概是粉的克數的2倍左右 到3倍也OK 然後讓所有的咖啡粉充分的進濕在 充沸的進濕 那原則上的話悶蒸的時間 可能要拉長一點點 因為我希望就是它的咖啡物質 可以充分的被溶解 所以大概原則上差不多悶蒸的時間 要拉長到1分半左右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去觀察 它就是整個粉塵的變化 那原則上的話 就是它會開始做一些適量的排氣 然後等到表面整個完全收乾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用冰水去做萃取的動作 好1分半喔 那我們會看到它的表面也差不多收乾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用的是5度C的冰水 這裡面其實是有加冰塊的 OK 然後沖煮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特殊的技巧 沖煮的時候 因為你為了要讓它充分的達到比較高的萃取率 所以就從頭到尾都用大鎖 一次注到滿 然後如果是比較淺焙的豆子啊 基本上的萃取率會比較難萃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利用攪拌板 去做一些萃取上的萃取率的 讓它做得再充分完整一點 然後全程的過程之中啊 你只要注意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不要讓它造成細粉的淤跡或沉跡 所以你在滴的過程中 你要不斷的去注意它下湖流水的狀況 它如果開始滴的時候 它還是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雜味或殘留苦 那原則上就是水大概差不多到6分滿的時候就在補足 讓它維持一個固定的流速 然後我做攪拌的動作其實是有一點點參考 Siphon的沖煮方式 就是在攪拌的過程中 你可以聞它味道的變化 然後也可以確認你的 萃取的物質到底 萃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就不用想得太複雜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物理現象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沖煮的過程中 就比較不會太強調所謂的技巧性的問題 對就是說原則上只要做好一個充分的溶解 跟擴散的一個交換的話 基本上出來的味道啊 大概就是八九不離十幾 因為畢竟溫度比較低 所以它會產生過脆 或者是沖煮比較容易產生雜味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反而相對會降低很多 然後原則上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 今天沖煮的冰水手沖的比例是 一比八 就是我用二十克的粉沖 一百六十CC的水 然後因為有熱水悶蒸過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水不會到很冰 那我們通常這時候會選擇啊 就是我們要用的杯子啊 可能會先加入冰塊 讓它做冰鎮的動作 就是先做一個冰杯的動作 它如果覺得不夠冰的時候 可以適時再加一兩顆的冰塊 好了 這就是今天的冰水手沖 好 我們來喝一下喔 伊索比亞濃度很高 對 大家可能沒有辦法想像就是 用這麼多的冰水 就最前面那個悶蒸的時候是用熱水 對 後面全悶蒸都用冰水 大家可能沒辦法想像說 我們全程都用冰水在沖 就最前面用悶蒸 悶蒸的時候用熱水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風味還是那麼的主量 而且喝起來滑順 然後舒適 然後如果各位想試試看的話 也歡迎大家來敷咖啡 來找小禮哥 小禮哥來沖給你喝 然後如果各位想在家裡自己吃飯的話 幾個學校的大家不要忘記 剛才小禮哥說的 第一個是研磨度要 比較細 對 然後水粉筆要拉得比較細一點 對 然後剛開始悶蒸 要稍微長一點點 然後後面就讓那個 冷水有長時間的可以跟那個 就讓子彈自己飛 讓咖啡粉能夠跟水能夠充分的浸泡著 然後但是不要塞住 對 不要浸泡 不要讓細粉塞住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沖煮功力 非常高興讓小禮哥為我們示範了一個 這麼有趣的沖法 相信大家都有聽懂了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也歡迎來敷咖啡 或者是訂閱學長的遊客頻道 那我們以後還有更多有趣的沖法喔 好 謝謝大家 掰掰